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大貝齒 講講講港股 今天港股是英俊的 早段更加英俊 曾經高開後升上25,200點水平 其實大部分時間只會有400點開外的升幅 不過美市升幅稍微收窄 但仍然保得住280點的升幅 收25,057點 成交都維持到 昨天都是弱量水平 今天也有1,243億 和昨天差不多 今天的市場做好又是多得傳統經濟股 包括港鐵升3%又多 領展也不錯 也是3%開外 加上中資股 比如中移動 以及中國人手 都有不錯的進帳 帶動市場 今天再升280點 今天剛才提及過 升280點 從上25,000點水平 連升1,2,3,4,5,6,7天 連升7天 升勢當然是挺禮的 雖然股市升得這麼漂亮 但基本因素 起碼經濟形勢 就好像有點題說的幾字 大背池 大背池 一方面就是美國方面也有這樣的情況 特別是顯得更加明顯 讓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美股的科技股指數 納斯特的指數以科技股為主 哇 創歷史新高 好像彷彿2,3月的跌勢沒有發生過 已經創出歷史新高 9924點 西非利 但其實美國方面也是大背池的原因 正正在美股刷新歷史記錄的同時 其實經濟數據是差的 例如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權威 官方機構 就正式宣佈在2009年6月開始的經濟擴張 已經在2020年2月結束了 換言之 擴張結束了就衰退了 換言之 根據NBER說法 美國經濟已經開始衰退 正正在創歷史新高的同時 NBER宣佈美國經濟進入衰退 這是顯然一個大背池 同時 世界銀行的說法 亦都是跟美股的聲勢 以及環球股市的聲勢 甚至商品價格的聲勢 都是一個背池情況 因為根據世銀的說法 最新的估計就是2020年 全球經濟會下跌5.2% 這是紀錄以來的低位 而且他的說法 如果隨著疫情 以至企業停擺的情況 以至經濟停擺的情況 就維持下去 或者有不確定性的話 可能會進一步下調 換言之 5.2%的經濟倒退 未必是最終的數字 考慮更加低 以其中 發達國家的經濟倒退 去到7% 都是1960年以來 紀錄以來是最差的表現 換言之 形勢是很惡劣 用世界經濟 以至美國經濟來看 跟股市 美國股市 都是一個大背池 與此同時 港股今天也升得不錯 遭上禮拜五千點 但是從港股 某些股份的情況來看 亦都是一個大背池 在說的是什麼呢 今天就是國泰 國泰航空 其實是停牌的 原因就是沒有水 要集資 停牌宣佈要求政府援手 以至向股東伸手 公股集資 總共要集資390億元 去度過這個難關 企業就大虧損 大虧損以至要集資 同一日 港股就升上了 15000點 都模擬一個大的背池 其實 航空股或航空公司 要政府打救 其實都不只是國泰 全世界很多行業同業都有類似情況 包括新航 韓國的航空公司 德國的航空公司 美國的航空公司 都要政府出手打救 換言之顯示 在新冠疫情之下 全球的行業 其實很多不只行業 很多其他不同的企業 情況仍然很艱難 經濟仍然不行 企業營利有艱難 但不要來 全球股市繼續不斷升上去 原因相信跟資金有關 也是之前節目提過 就是聯儲局的情況 因為聯儲局不斷注資 令全球股市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 某些好友 顧孜然繼續唱好股市 包括著名的Yadini 說股市相信繼續向好 特別是上星期五的經濟數據 出奇地好 顯示美國經濟V型復甦在網 道指會升 顧孜然更加估計 標普五百指數 很快就升到 再升三百點 非常樂觀 在這種情況之下 好友就繼續唱好 淡友也有些投降的意味 包括之前我節目提過的 德肯米辣 以前索羅斯的頭馬 就說對市場這樣升法 都要表現謙卑 因為之前在五月中旬的時候 五月十二日 他就說 現在美國股市的情況 以計股值來說 是最風險和回報比率 是他有生以來 是見到最差的一次 換言之 不抵賣 說不抵賣 誰知道是窮升 現在出來都半投降 半認錯地說 說要對著股市的聲勢 要謙卑 要謙卑 這個說法不錯 不用直接認衰 說謙卑就搞定 無論如何 整個形勢就大背詞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怎樣呢 從幾個指標看 市會不會繼續上升 或是幾個因素看 第一個因素 從匯市的升跌勢看 第一個要看美匯指數 會不會繼續向下 最近其實 我早前的節目提過 美匯指數不斷弱 對於有理 資金流入新興市場 現在看到美匯指數 仍然是下降 至少小 還未反轉頭 只不過你看到 RSI已經出現 一個低位反彈上來 由本來跌過去 超賣的水平 26.26左右 再彈上去32 剛剛脫離超賣的水平 超賣的水平 超賣的水平 究竟會不會逆轉 最近的跌勢 或者一個明顯反彈 是其中一個影響的事 會不會出現在大背詞之後 一個高位回下來的其中的因素 當然也要看看 港股的情況 以至人民幣的情況 港元 港元的情況 仍然強勢 7.75 今天又入市 又要干預 金管局 又要捍衛 強方保證 又入市 19億 今次涉及 換言之 資金持續流入的情況下 當然對股市是提震的作用 究竟 什麼時候港元對美議員的走勢 會出現一個 不要說逆轉 沒有那麼強的情況 至於資金流入 稍微停一停 這也是一個因素 要留意 至於人民幣 近來也是被偏強的 這些高位回下來 見過是7元邊 現在少少反彈 上升的情況 究竟這個情況 會持續呢 這個要留意 除了會市之外 股市當然要看看 剛才提及過 這個納斯達克指數 破新高 其實道指都 雖然破不到新高 但跟納斯達克指數 都出現同一個情況 就是 RSI已經進入超買的水平 Overboard的水平 會不會超買 導致出現一個調整 大家要注意 與此同時也要留意 最近出現類似情況 都是 舊經濟持續向好 新經濟 就有些回一回的情況 至少 升勢就沒有市場 或者跑輸大肆 沒有市場 整體那麼厲害 這個騰訊 就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一直出現的下降軌 究竟這些新舊經濟股 新舊經濟股 或者傳統經濟股 上升的勢頭 會不會隨著它們 升近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而回一回整 即調整 包括領戰 都是在升中重要的阻力位 下降軌 剛才港鐵 就是在升中前浪頂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即到重要的阻力位 回一回套 隨著 好像新經濟股一樣 由高位回一回套 這也是主宰著 恆生指數的走勢 恆生指數自己本身 今天的走勢 早段是不錯的 曾經升穿100天線 以致全補下跌裂口 不過美市回軟 回軟之德而來 他叫做好的地方 仍然站在前浪頂 支持之上 因為突破了 阻力突破就變成支持 前浪頂支持之上 但是 他不能夠站在100天線之上 報收 換言之 100天線 就是得而復失 後市能不能夠突破100天線 再次升穿他 都是重要的指標 大家留意一下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